《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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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尋找理想的音色 試過各種器材 更換過各種耗材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不曾對各種音色 發生過怦然心動的感覺 我試過閉上眼睛 想像完美音色的樣子 我在想 會不會問題根本就出在 我的大腦是空空的 我對音色根本沒有想法 於是 我開始觀摩名家的演奏 看各路高手的表演 模仿他們的音色 在這當中 我也試過各種器材 更換過各種耗材 改變過錄音混音的參數 有時候 即使做到了接近這些大師的音色 但仍然沒有怦然心動的感覺 我的心裡面 似乎有一種排斥 用各種所謂 經典、好聽、正確的方式來演奏 卻像是用別人的方式來說話 那些都不是我心裡面 所想著的口吻 於是我開始思考 我的口吻 該是怎樣的口吻 我的音色 應該是怎樣的音色 一個演奏者 需要滿足大家對所謂 經典、好聽、正確音色的期待嗎? 如果我喜歡的音色 是大家都不喜歡的音色 那怎麼辦? 那所謂的大家又是誰? 經過這一番探索 我才了解到 追求音色的同時 其實我在面對更多的疑問 我也在探索自己的信念 並藉此更加了解自己 因此我邁入一個更廣大的領域 在演奏當中 思考每一個決定 每一個敲擊的時間點 每個敲擊的力度跟回饋 感受每一下手感 每個聲音的嚴音跟細節 以及空氣中聲音消散的方式 我不斷的提醒自己 不要盲目的演奏 保持讓想法走在身體的前面 想清楚要的到底是什麼 再把它實踐出來 不要盲目接受 所謂的標準答案 這樣摸索了好幾年之後 我想找的答案 才似乎從一片黑暗之中 逐漸浮現 但這個答案的輪廓 仍然模糊 漸漸的我領悟到了 音色不僅僅關乎於器材 耗材 參數 也關乎於 演奏的空間跟環境 更加深入的 關乎於演奏者的天分 能力的極限 個性 以及這個演奏的你 或者是我 我們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總算明白了 要找到理想的音色 你需要的是勇氣 真正的認清楚自己跟環境 能夠承認自己的弱點 面對自己的優勢 並了解自己在資源方面的限制 所謂的 最理想的 我的音色 並不是那個想像之中 那個輪廓模糊的聲音 最理想的音色 是在 徹底的了解自己 在演奏中 綜合每一個選擇 每一個思考 每一個決定 最後凝聚出來的結果 只有你可以決定 你該怎麼演奏 而這一切 關乎於你的信念 所以 最理想的音色 就是你信念的音色